哈囉 收視頻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植物大蛋殭屍2的中文版 那上一次大家跟大家跟大家跟大家留言啦 然後大家就說 唉唷 那個打石像的方法好像 要6個櫻桃炸彈才炸的毀那個石像欸 那看來那個石像真的是有點狂啦 不過 這邊有觀眾朋友跟哲平講說就是 唉唷 打石像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殭屍他們去護咬喔 所以我就來看一下 我居然也有這個 好不好 魅惑哭哭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 滅禍咕咕如何來教訓那些雕像殭屍 好不好 反正就是放一個在那邊 給他們護咬之類的 應該就還不錯 而且巨大殭屍的話 我們還可以直接橄欖 就是讓他變成巨大殭屍 好像也是還不錯啊 對不對 我覺得殭屍這個攻擊 我怎麼都忘記這個咕咕了呢 哇靠 這罐感覺有點麻煩喔 這罐感覺有點麻煩喔 這罐我覺得應該要當飛一波了 不然就慘了 但是他就完了 這是給我們輸出 喔他有給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What is wrong What is this 這什麼 喔這是纏陽光的 ok 這是纏陽光的 啊這是什麼 好可愛喔 不是不是不是 這罐要怎麼玩 完蛋了 放上去可以嗎 不行 白癡喔 要被碾爆了啊 啊這是什麼東西 桶人花花 桶人玫瑰 ok 桶人玫瑰好像有點強 好不好 那當龜 完了白癡 又壓住 快開車 快開車 啊這是什麼東西 我決定我要先把所有東西都種出來試試看 看一下他在幹嘛 這可以桶嗎 喔可以喔 他可以跟桶龜搭配 就這樣連桶 好像還不錯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先種一牌吧 把他零費 零費就算了 然後我們放這個 怪怪果實 欸不是欸 那個桶龜自己把我們碾爆了欸 超白癡 oh my god oh my god 當龜把我們自己碾爆了 我看一下這奇妙的花花能幹嘛好了 然後這個是慘廢的 我知道 這到底是幹嘛的 欸 怎麼了 喔 他吃完之後他會變成小殭屍欸 有沒有看到 他吃完會變成小殭屍 哦 那我大概知道這個玩法 變小殭屍了 變小殭啦 真的就變小殭了 完了 欸還是蠻難的欸 這關 重新開始一次吧 這個我大概知道要怎麼搞了 欸 這是什麼東西 鬼東西 鬼玩業啊 這超難的欸 又是一大堆我自己不知道的那個植物有沒有 就很麻煩 文藝復興 哲子的復興時代之旅 有點慘啊 而且他好快就到晚上了喔 原本想說今天要來用一下我們妹臥姑姑的 結果不給那個時間喔 尷尬了尷尬了 那我們應該都要把這個放在最前面有沒有 先給他們吃一吃 應該比較ok 然後我們這邊放一下這些東西 給他們變小殭啦各位 擋龜 拿來制衡 就先這樣子 好難喔 玫瑰花彤彤 哎你要捅死哎 是是是捅得死捅得死 還行還行 慢慢掌握訣竅了各位 夜幕僵刺 夜幕來臨 恐怖的要命 這玫瑰花是不是還可以那個啊 可以那個什麼 可以連吸嗎 那好像還蠻猛的 加油啊擋龜 哎他們有這個是連吸效果嗎 哦那蠻帥的 給你吃 這次 這次他給的這個組合算是還蠻好玩的哎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就是做一個那個 搭配這樣子 還還算是蠻ok的 哎 別再踩了別再踩了 對對對對對對對 踩起來踩起來 把東西踩回你們那邊去拜託求你們了好不好 我覺得這真的是大麻煩哎 哎他最遠就是只能踩到這個地方你知道嗎 那個擋龜會被黏死 超白癡 擋龜會被黏死啊 來吃吃吃 我還要隨時在這邊種個擋龜你知道嗎 讓他們壓一下 不然就慘了哈哈 這滾滾輪好麻煩哦 這滾滾輪真的很麻煩哎 還沒有結束感覺旅程還很長各位 按到儲值了 爆開爆開 nice nice 好心有這個哎 有這個 有這個花花不然應該會蠻慘的 看一下擋龜進化會變什麼 好像沒有他就是一直把他彈起來而已 那這個咧這個進化會變什麼 我還直接變成小殭屍哦 那這關的話大概玩法就是把他們全部變小江 ok 這ok 這個沒問題 哎哎小心點小心點小心點 小丁點小丁點 鋼龜 大招 哎別再踩了別再踩了 別再踩了 我再變小漿一次 把他們全部變小漿 全部變小漿應該就ok了吧 哎這關上設計還蠻好玩哎說真的只是就是真的 蠻蠻蠻難的哦 吃吃吃 給你吃 變小漿 這幾棵植物我們應該也很少會遇到好不好 真的還蠻還蠻特別的一個關卡 全都是自己沒有看過的植物哎 要玩起來是真的有點有點小困難哎 因為你完全沒有概念你知道嗎 但是還蠻有趣的啊蠻有趣的哦 還行還行 哇好險哦好險哦 我真的是好險有那個就是全部變小漿 不然真的會麻煩 全部變小漿再加上就是集合然後一起燒的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險好險 哪一絲哪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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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又是一大堆哇 我這關卡現在很恐怖了呢 這樣會恐怖人呢 夭壽咧 這樣是要怎麼搞啦 等一下我忘記帶那個了 我先看一下魅惑花花的威力好了好不好 本來魅惑花花如果有看到那個 巨漿的話 這關沒有巨漿啦所以應該還好 魅惑花花 魅惑花花 我們把那個超炒的換掉 來魅惑姑姑 殭屍阿姆阿姆 好不好前面種一個 然後讓他自己咬自己 把他們出來一定是 一定是碰到那個魅惑姑姑的啊 那把那些全部都變自己人就好了齁 好像是這樣子齁 哇這關鐵鏡一定要擋龜一下 先壓先壓 把他們壓到外面去拜託不要再進來了 我覺得這個車輪有點麻煩你知道嗎 有夠麻煩的不要再進來了 給我滾 然後我們在那個有十項的地方都先種一顆那個 魅惑姑姑 讓那個十項出來直接吃那個姑姑然後變我們的人 欸不是欸你們不要踩欸 在踩什麼東西 沒有說你可以踩欸不要踩欸 喔他是直接把那個啦 他直接把雕刻的直接叫出來欸 喔原來是這樣子原來這隻是這樣用的 因為我們這幾天都沒有看到他到底是怎麼用 你知道嗎 先把你這個用死 煩死 來來來 魅惑姑姑 直接變我們的 還行吧 咬爆咬爆 大招先 大招先 呦呦呦 欸又有一個十項是怎麼樣啦 為什麼 應該是那個吧 夜間生活又誕生了 那我們種在他面前可以嗎 不行種在雕像上面 OMG好吧 等一下喔我想一下喔 Let me see her 那我們這邊先挖掉 然後這邊給他用一個 殭屍大姑姑 這個吃下去之後直接變巨殭 應該是ok的 啊完了 又在那邊 又又又又放毒氣 又放毒氣 完了 直接被毒爆 哇 哇哇哇哇哇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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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ete Yamete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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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了 OMG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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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先變我們的 欸其實我覺得這個魅惑姑姑 真的某方面來說 蠻爽的欸 他可以直接救命欸你知道嗎 他是真的是救命欸 就直接把他們變成我們 然後直接救命一波 好險喔 趕快趕快趕快 好險我們現在已經把那個車輪已經用掉了 車輪不會再過來了 不然真的很麻煩 先累積個大招 看哪邊殭屍比較密集 我們就直接給他 來一波大的 來一波爽的 讓他們吃殭屍吃起來 加油喔 有我們知道大概可以來個三排巨殭 這上面應該是需要一隻的 吃 欸他沒有變成巨殭欸 所以是要那個是不是 要巨大殭屍過來 然後我們才可以把他變巨殭嗎 因為我記得以前好像 他不是那個嗎 他不是可以直接就是 放大招就可以變成那個 超級巨型殭屍嗎 還是我搞錯了 他好像直接變鐵盔的啦 就是帶鐵盔的殭屍 他不會給你直接變巨殭 巨殭應該是要那個 變就是最後很大隻的時候才可以 應該是這樣 來啦來啦 殭屍要殭屍啊 欸等一下 太強了吧 好險我們這邊 冰晶公主沒問題 已是殺死 欸這毒藥瓶真的是很毒欸 我覺得我開始不敢玩這關的困難模式 困難模式一定要求 好不好一定要求 尷尬 我們基本上就玩到這邊啦 突然出現了 前面關卡突然出現一大堆 就是沒有玩過的植物 我覺得還算蠻新奇的 但你覺得那裡面哪一棵植物 最讓你記憶深刻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看法了 好不好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今天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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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